您什么时候发现起火的 具体什么时间我 我也不清楚 早上刚换老刘的班 到了灶口 就听到煤堆里面 啪啪地响 才发现 他已经烧下来了 老刘呢 老刘换班回去休息了 您这样 您找人把老刘叫来吧 好 您吸烟吗 不不不 去吧 给我吧 来 这边顺几个人 过来 收拾一下装备 收队 那我帮你 可有没有 来 你们俩跟我来 行 一兵 嗯 差不多了 你可以进去了 好 小心点 班里边还有啊 注意安全啊 快点收拾装备装车 来 给我 来 这个 这个 这边 来 董宝 嗯 帮我拿一下 好 谢谢啊 谢谢 拿着 跟着我干吗 我来复杀现场 怎么了 家里那团火还没灭呢 不是 我这个人呢 一向非常热情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 装装你男朋友什么的 帮你把家里那团火给灭了 你不是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赶紧出去吧 说实话呀 你们家那个男帮我根本不行 做饭又不好吃 改天 我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那 妈 改天 我才出任务呢 干吗总打电话 我跟你说啊 我回去了啊 你爸这人吧 真是太讨厌了 他又大意带我到国外了 对了 那个小盒下班啊 要在家里来做饭 你下班后啊 早点回来陪陪人家啊 行 我知道了 快 上 救人 快 请进 好好休息啊 谢谢啊 护士 没事 这还挺严重的 不会留疤疤 快坐 咱们站的消防员 哪个身上没点疤疤呀 我们这些操老爷们 身上有点 条条道道的也正整 你不一样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了 今天我来呢 一是看看你 二是 要调查一下 火场的事情 好 火站 风险瓶怎么样了 你给我进来 说说吧 谁让你进火场的 我 自己 那上一次呢 我 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你怎么那么能呢 整个安定消防站 就你自己一个人 是不是 上一次把自己搭进去 这次把瘟疫兵搭进去 你想干什么 我这点家底 还不够你糟蹋的 不够你折腾的是吧 吴战 我跟战力申请 起大不处分 用不着 现在卷铺开 滚蛋 现在就走 出去 出去 温义冰同志 我现在提出的问题 你必须公平公正地回答 嗯 锅炉坊的粉尘爆炸 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我当时注意力不集中 在火场接了电话 二是 李熙城进入火场 我没有劝阻 主要的责任在我 你这么说 是要把所有责任 往自己身上扛啊 复战 战里有明文规定的 火灾勘察现场出任何问题 都是火调员的责任 安定的火调员是我 我知道了 我会向战场汇报 老李啊老李 自从我进了消防站 就一直在倒霉 现在不仅停了职 还连累了小领导 你别说啊 停了职好 自从你干上了消防 你妈就没有睡个安稳觉 老李啊 如果你在天有灵 一定要替我好好保佑保佑小领导 让她快点好起来 小领导是谁啊 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姑娘 她怎么了 说呀 她怎么了 她因为我 脖子受了伤 现在 还躺在医院呢 那 那 那你还站这儿干什么呀 赶紧去医院看看人家呀 你说一个姑娘啊 这万一落下巴什么的 你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你 张姐 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好不好 我 我添什么乱了 你 你 喂 老孟 兄弟 吴政让我通知你 处分撤销 明天归队 归队